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从这章开始 我们就正式进入了课程的主要内容的学习 本章的内容主要是从计算机概论 以及背景的角度去学习计算机主习原理的相关知识的 旨在让同学们可以从全面的角度去了解计算机的概况以及历史 从而对计算机主习原理有一定的认识 另外本章的各个章集的内容是相互独立的 也就是说本章内容的相互顺序不影响内容的理解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 同学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以自己喜欢的顺序来学习本章的内容 那么本章才会分成六个章节去学习的 首先第一节是计算机的发展简史 这一节我们将会了解从二战以来 计算机是怎么样从一个排阳大物 一步一步的演进到今天可以走进切切万户的 接着在第二节计算机的分类 那么在这一节我们将会介绍计算机的五大分类 在计算机的不同分类里面 虽然说我们平时所接触的主要是个人计算机 对别的类型的计算机了解的并不多 那么作为一个学习IT的学生 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其他类别的计算机 进行简单的了解的 所以本节的内容就是来了解除了平时 我们接触的个人计算机以外 别的一些类型的计算机 接着第三节计算机的体系结构 那么本节课将会学习计算机的体系结构 虽然在现在计算机的形态千差万别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这些千差万别的计算机 本质还是一致的 那么本节课将会了解 这些千差万别的计算机里面 有哪些计算机所共同的一些特点 接着第四节计算机的层次与编程语言 那么在这节课我们将会了解计算机的层次结构 当然这里面我们也会知道计算机的层次是人为划分的 而划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容易更好的去理解计算机的内部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将会学习人为划分的计算机层次 和每一个层次的编程的主要语言 接着第五节计算机的计算单位 那么对于这个计算机的计算单位 可能同学们在生活当中都有所了解 比如说这个池盘的容量 网络的速度等等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是为了系统的去学习这些计算单位的 接着第六节计算机的制服与编码集 我们知道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 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很不一样 包括我们的中文也有不同的版本 那么早期的计算机呢 它其实只是能表达英文的 包括现在的美式键盘也只能看到英文的字母 那么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制服与编码集又是怎么样去兼容了各国的语言了呢 我们的中文编码集又经历了哪些眼镜呢 我们这节课就来学习这个内容